杀坏所有的人就是嘉义金船这样恐怖的车祸意外 这辆轿车酒驾喝猫了还闯红灯 当时把这位骑士撞飞弹到挡风玻璃上头紧急的刹车之后 骑士还因为反揍用力整个人摔到地面 警方到场发现驾驶酒侧只能高达0.75 绿灯亮起 机车骑士才往前行驶不到三秒钟 右方一辆银色轿车突然冲了出来 直接从侧面撞了上去 因为强大撞击力 机车骑士被弹飞到轿车挡风玻璃上 驾驶下到紧急刹车 原本躺在引擎盖上的骑士 却因为反作用力整个人摔落地面 这起意外发生在21号嘉义市巴德路汉逐围路口 机车骑士被撞后全身多处挫伤 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轿车驾驶酒侧值高达0.75 被自小客针碰撞之后 造成他人弹飞到那个挡风玻璃 而着地受伤送医 造成他身上有多处伤 酒家男子坦诚因为喝醉酒 一时失神闯红灯酿货 表示会负责歧视全部医药费 但因为一时贪杯开车上路 不但吃上公共危险罪 也伤及无辜的用路人 中天新闻侯国文黄迅洋嘉义采访报道 中天新闻侧